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在进行的 那在过去的我在课班里面的训练啊 我们常常都被置入完美主义 比如说身材呢会被比较 然后外表也会被比较 舞蹈技术更要被比较 所以我自己知道自己不是一个真的很 适合一个优秀舞者的条件 因为我的同学们呢腿长脚长 然后又很瘦 虽然可能对于大家来讲 我已经不算胖了 但是我在班级里面呢就算圆的 然后同学们呢都白白净净的 我其实没有很白 就有点黄 所以呢我都有点 我知道老师如果不会选我大概也明白 那于是呢我就怎么样呢 我就很努力的练习 随时随地都能练的我就尽量练 我能努力的我就尽量 然后没有错我努力之后呢我有得到就是老师的认可 我每一次呢在学校的征选活动里面 我每一年都给自己设定目标 我就是要征选上老师的舞作 对我来讲我觉得我那个存在才有意义 所以我很努力 果然我每一年都有被选上 所以呢我后来就觉得说 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是代表说我只要很努力 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到 所以呢如果做不到怎么办呢 就是我不够努力 然后呢到大学毕业之后 因为姻缘忌讳之下呢 我认识了国标舞的老师们 因为过去有芭蕾的训练 然后就有一些优势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寻求的是什么呢 对我来讲可能就是我可以继续跳舞 所以我那时候想法也没有很复杂 最多就是没有工作没有关系 我可以去星巴克打工 我继续跳舞 我已经有抱持这个心态了 虽然我妈妈跟我爸爸们很紧张 因为他们就觉得 你从小就学跳舞就是一个吃不饱的工作 然后你连大学毕业你还要继续跳舞 妈妈的都觉得说你要不要回来 我帮你准备一间舞蹈教室好了 结果没有要回去 因为我知道如果回去呢 我可能就出不来了 然后接下来呢 进入到国标舞之后呢 我的竞争就开始慢慢变大 我从学校 我自己小小的一个环境 接下来呢变到哪里呢 变到亚洲 变到欧美 在这个改变上 对我来讲 我每一次都好像在不同的一个领域里面 虽然都是在跳舞 可是我觉得我好像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世界 然后就开始觉得自己越来越渺小 因为你们知道 出了国才知道 原来跳国标舞的人这么多 多到你无法想象 像我如果在黑池比赛的话 光职业主 我如果没记住 因为我对数字很不敏感 光职业主就有三百多队的选手 光业余主 我刚开始还在跳业余主的时候 那个人数大概有四百多 然后呢你每一天他还有会外赛 就是你有晋级 你才有办法再继续比 我到了业余主的最后 很努力的想尽办法 要怎么样可以继续越来越好 可是你发现呢 好像你没有办法控制成绩耶 你好像再怎么努力 有些关卡就是过不了就是过不了 你永远都是在一百名左右 你很难再进到九十名以内 然后有一年特别的就是呢 我居然进到九十几了 但是我突然觉得有一点麻痹 那个麻痹的是我从第一天跳到第二天 跳到第三天的时候 我都在做一样的事情 然后跳到第三天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有点 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了 所以慢慢的这样的状况 让我进入到职业组之后呢 这些问题没有越来越少 因为到了职业组之后 你会有被赋予一些期待的眼光 例如说职业组的无诊应该要怎么样啊 你将来要成为冠军 你应该要怎么样 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呢 发生了一些状况 例如说 有些选手去参加一些比赛 他们会有认识一些裁判 然后呢我们就去跟裁判老师们上课 因为其实单纯的 应该是只是想要学习老师们在技巧上的要求 或者是他们的观点是什么 可是到我们这边呢 就开始慢慢的 我意识到自己好像是在担心 我没有办法超越过别人 于是别人要上什么课我就去 排不到课我就很紧张 然后就这样的状况下 别人去参加什么比赛我没去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 我自己的个性是非常不喜欢竞争这件事情 尤其是比赛这件事情 其实我说真的 我真的不喜欢比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被丢到这个比赛的场合 必须要去面对 然后呢到了2014年 我跟我的先生有一间教室 我开始教小朋友 因为过去都是教大人 后来呢我就在那个时候 因为收入嘛 你要上很多课 那个课的费用真的是你意想不到的 你们猜得了 我们上一堂课45分钟大概多少钱吗 还有吗 五千 有点像在拍卖会没有 从五千块到一万块都有45分钟 你想我们家庭环境也不是很好啦 所以怎么可能靠着自己可以 cover的了这样支出就是进修的费用 当然我们可能在其他的艺术领域来讲 我们可能收入也相对比较高一点点 可以这么做 但我们都没有这么做 我们就觉得该多少就多少 那我们就脚踏实地的赚钱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啊 努力教课 经营教室啊 举办活动啊 我们就面对就是我们可能要在收支上的一个负担 收入上的一个负担 但同时呢 我们这些小孩也参加一些比赛 就开始面对各样的状况 例如说爸妈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小孩成绩不好 为什么我 我家女儿为什么最近开始不喜欢跳舞了 对我来讲 我觉得都会发生的一些状况 但我要怎么样让家长能够理解呢 怎么样让小朋友能够理解呢 就是一个很 对于当老师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 然后到了2017年 我在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黑暗期 除了在舞蹈有很大的瓶颈以外呢 我跟我的舞伴就是我的先生有一个很低潮的关系 那那个关系呢 其实让我们没有办法沟通 可是偏偏我们又是舞伴 你不沟通不行啊 因为有很多东西太细节了 那女生的个性就是这样 不舒服就会说我不舒服 但是男生就会不懂 为什么你不舒服 你到底不舒服什么 这一堂课呢 我到现在还在学习啦 所以努力中 然后加上呢 就是在这样的状况里面 其实我没有一个真的能够去谈的对象 例如说自己的朋友 就是自己的竞争对手 你怎么跟他谈 很难说 自己的教练呢 你也很难说 为什么呢 有些事情你就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对 那个时候呢 我还寻找很多方法 例如算命 例如认识一些佛教的老师 然后或者是呢 去找智商师 什么方法我都试过 可是就很奇妙的就是 你都知道他们都没有错 你也知道他们都很努力想要帮助你 但是就奇怪 就是少了什么东西你不知道 一直到隔年 才隔一年喔 2018年的时候 我觉得我已经没有方向跟目标了 就是这么多的角色 这么多的状态让我越来越混乱 然后我就会在想说 我为什么要比赛 我为什么要结婚 我也可以一个人过日子 我为什么要担心学生成绩不好 我为什么要赚那么多的钱 然后就发生什么事呢 你就开始会发现 你每一个做出的选择就越来越错 然后失去很多的一个方向 一直到我真的是 不能说走投无路啦 就是真的到了无能为力的阶段 我就主动来找我一个大学的好朋友 我知道他是基督徒 我就来主动问他 请他带我练圣经 到了年底 因为在这个信仰里面的一个过程 进入到认识神的这个过程 我愿意接受受洗 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关键 因为过去那些混乱的状况 其实我每一次都很想 我如果有时光机有多好 我可以再重新做选择 就像你玩电动 没过关我重来 我以前小时候玩游戏也是这样 我没过 我就那重来好了 到了要受洗的那个关键点呢 是我在这个信仰当中听到 原来在基督里面 你可以做一个新造的人 我就想说天啊 我可以做一个新造的人耶 好神奇喔 但我的人没有不见 我还是在这 所以呢我就很想要体验一次 还记得受洗的时候的那一天 受洗完礼拜天 很开心的 庆了 有点像庆生的概念 庆了生 开心的回家 心里面就觉得 哇我是基督徒了 隔天 我们在团练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你知道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就是呢 我们两个又吵架了 然后吵得更严重 然后我心里想说 奇怪我不是还刚受洗吗 我怎么脾气都没有变呢 然后我就躲在更衣室里面大哭 我会觉得天哪神 你这样还爱我吗 然后当然有时候讲出来给我自己的 基督徒里面的姐妹们 都觉得有趣 就是会觉得说受洗 其实也才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并不可能就是因为受洗 马上就变了一个人 接下来到了职业组之后呢 不能说运气好 但我就到了现在代表 台湾职业组的冠军的这一个头衔 我还记得那一天晚上 我在小巨蛋比赛 然后那个比赛的时候 其实我跳超烂的 我自己都知道我跳超不好的 然后我的舞伴 因为他自己又有其他的行政工作 因为那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比赛 所以就要接应很多工作的细节 所以他就花了很多时间在那上面 我们两个练习的时间就变得非常的少 然后在比赛的当天 其实我很焦虑 因为过去舞蹈班的训练就是 老师就讲过说 一天不练舞呢你自己知道 两天不练舞呢你的老师知道 三天不练舞呢你的观众都知道 你知道这个话在我心里面 其实很深耕欸 就是我就会觉得我是舞者 我不能一天不练舞 结果呢我就在那一天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焦虑 果然跳得也很烂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一天就是我拿了冠军 然后呢我一下台之后呢 你知道我不是笑着的 我是哭着的 我就看着我的教练 我教练第一句话说 今天大家都跳得不大好欸 然后我就大哭了 我就说我觉得我跳得非常不好 但我不知道心里面就觉得 为什么我是拿冠军呢 然后在这个信仰里面 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件事是 我们人的一个欲望跟价值观 这么影响我们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在神的真理里面 要怎么分辨得了 这是我一直以来在不断的思考的事情 当我又站到了这个抬头 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才知道自己是这么的软弱 而那个冠军的头衔 不是我自己可以靠我自己努力争取来的时候 我才知道说 这些东西都不是偶然的 然后在初醒的时候 有一次在赛前的祷告 我就在比赛之前 我都会花很多时间在化妆弄头发 我就跟上帝说 上帝你真的知道我能力有限 我多害怕自己表现不好 求你来帮助我 神就对我说话了 孩子你不相信我要给你的 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吗 我当下其实有点被吓到 因为在初醒的时候 常常都会听到 兄弟姐妹们分享说 他们听到神的话 他们听到神来的平安 其实我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然后我也问了大家 大家都会笑笑的 慢慢的解释给我听 但因为我觉得 信仰还是必须要靠亲身的经历 你真的没经历到的时候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 结果这一天呢 神就这样对我说话的时候 我其实吓一大跳 因为我觉得神不会理我 我想说我只是在做祷告而已 然后这样的一句话 对我来讲 变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力 那个影响力是 我知道他给我这一句话 是要让我明白 我都在他的计划当中 我在他的预备当中 于是这个信心的这个种子 就在我的心里面 例如说我在比赛的时候 遇到的一个状况 或者是教学的时候 我的孩子去比赛 或者在教学过程中 有一些问题 我觉得那个那一句话 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 让我明白说我要怎么样 来带领我的学生 我也可以明白孩子们 在这个过程里面 尤其在面对比赛的那个压力 跟害怕 他们到底在怕什么 对于大家来讲 你们觉得对于一个 竞赛的选手 这些运动员 你们觉得大家担心的是什么呢 表现失常 还有就是怕后面的人追上来 尤其是我们的年龄又在相近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会很担心 更何况这些后继的舞者们 他们的年龄又比我们小 他们的体能上 他们的技术也比我们好 因为他们已经在我们之上了 所以 以我的心态来讲 我就是能避免比赛最好 因为我不用去做竞争 我就好好的跳舞就好 可是这个想法 对于一个要当选手的人是 其实蛮不OK的 那个不OK是 你有这个位置 你有这个机会 你怎么不去呢 接下来 因为我们的环境 除了是竞赛以外 我们参加很多种的 各式各样的社交的场合 那你也会认识到很多不同的人 甚至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跟电视台的合作 在民视的过去 如果大家有听说就是过去 民视舞力全开 这个节目 我们也参与 也表演 也跟这些艺人合作 但我就常常认识这些艺人之后呢 我发现我有一个状况 不管是艺人也好 或者是在这个社交场合也好 或有一个状况是 我很不想融入 但很奇妙的是 我一直在想 我为什么不能融入呢 后来我发现 我心里面好像有一把尺 那一把尺是什么呢 这个人是谁啊 我为什么要跟他当朋友 这个人听说他人品怎么样 我其实有很多的念头散过 然后就会发现呢 我自己就会开始跟人家保持一点距离 但那背后是什么 那背后是我自己的骄傲 然后加上论断 当你真的在认识 有机会真的比较深入接触的时候 你才发现 其实他们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 但很多时候自己的一些骄傲 虽然即便我多不想要站在这个位置 可是因为这个title 其实会让你有一些些好像 骄傲的感觉 慢慢的萌生出来 可是你不见得能够意识的到 当我看到我这些各样的状况的时候 跟我真实的样貌的时候 我才吓到 我说原来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我一直以为我很了解自己 然后进入到这个信仰的时候 我觉得神真的就是那个光 就是一直在光照我 每一个阶段 我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跟别人的一个关系的时候 我可以怎么样来审视自己 那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我 那个的念头到底是怎么来的 然后呢 我就真的是很真心的忏悔了 在神的面前 才知道说原来自己 其实真的不配得这个荣耀 可是神为什么要让我站在这个位置 有一天很特别的一个经历 这个经历是我自己也很被感动的一个经历 是我们过去有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呢 在我们在这种竞赛的状况下 大家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争取 客观来讲他没有不对 他站在他的立场 但是接下来呢 当然有一些状况 他可能需要一些帮助 我们也给他帮助 然后我的五伴也常常找他出去吃饭聊天 然后我们觉得这样的关系可以就是互相帮忙 是一个好的发展 但到最后呢 我们发现他其实在背后有在重伤我们 你知道对我来讲 虽然我没有这么的投入做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有某程度上的不能原谅这样子的人 对 但是很神奇的事情发生 是有一天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可能前一天还在很生气 在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我突然间有一个感动是为他祷告 我还不是只是为了他祷告 我还掉着眼泪为他祷告 我心里面就一个很深的感触是 我为什么会这么的生气 而这个朋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神真的是很怜悯我们 让我们可以真的来到他面前 我们有机会发现自己的状况 可是当如果有人没有办法呢 你能原谅吗 你能怜悯这样子的人吗 我才意识到那些东西不是我想要去做 而是神真的来感动我为我的朋友祷告 接下来在教学的一个角色里面 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影响力的人 我会觉得默默做自己的事情 可是我在我的学生身上 跟我的家家长们的身上看见 原来我给他们的影响力是这么的大 所以我最常祷告就是神 你给我智慧 你在我面对任何状况的时候 我说我该说的 不要说的事情呢 就请你勒住我的嘴巴 不要说出口 但这样的祷告 有的时候不是上帝就 咚!一声给我一个idea 或者是给我一个突然转变的一个能力 但是有的时候的确是这样 我记得很妙的是 我们有时候现在会办一些舞作的发表 我过去对于创作这件事情非常的害怕 你知道我的上次那个姐妹们有分享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人设对不对 我的人设就是我乖乖的就好 老师说什么我做什么 我的上面的人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所以对我来想 有一个创新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不大可能 而且我也不喜欢 所以每一次发表要做作品什么的啊 我就先逃避 就是如果有人来找我当舞者就好了 我不需要去动脑筋 可是神却是有的时候在这个状况里面 给我一些idea是我过去从来都没有想过的 我觉得这个经历太特别了 连我的舞伴有的时候都会说 你怎么会想出这样的事情 连我的朋友们就会觉得 你这样子讲好像有道理耶 所以我觉得在这些的经历里面包含 刚刚牧师讲到很多我们的计划 是我们真的很常做我们很多的计划 但是过去我都会觉得说这些计划 一定要得到我认为想象的那个结果 所以我很努力我觉得我可以得到很好的名次 但神都一次一次的在打破我这些想法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要照我的方式走 所以刚刚牧师也分享了一段经文 就是我有点忘记了 好像是在最后的那个 那个什么 雅各书的那一段 我觉得我真的也开始慢慢可以交托给神的这件事情 是当今天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在各样的一个状况里面 我都可以靠着我这个信仰 处在那个情况里面 是舒服跟自在的 所以包含我现在在台上 我觉得我每一次在比赛的时候 我最常做的一个祷告就是 神我把我的舞蹈献给你 因为这是你给我的恩赐 所以当我今天的表现已经不在我的评价之内了 而是真的是你的礼物 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仰真的是影响我非常多 包含在这半年很多的比赛 我觉得过去我可能就会很讨厌那么多比赛 我会筛选一个月只要去一趟就好 可是这半年是每个礼拜几乎都有比赛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我怎么可能胜得了呢 但是我觉得感谢祖就是真的是靠祖得力 在每一次的状况里面 我都看到过去没有看到的自己 对 谢谢大家 这是我的分享